我們看一下 這題有兩條直線L1、L2 問你下面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麻煩你,你看一下這題主要在幹嘛 判斷ABC柱的正負號,這樣行不行 我們一個一個來 所以說我們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對L1而言 我們先看L1而言 老師問你L1是這樣畫 協定什麼號 正號,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問你對L1而言協定是幾 他協定是負的 B分之A,所以說這時候是負的A分之1 所以協定這時候會怎樣?大A0 所以說協定這時候大A0可見A是什麼號 A會什麼號?A是負號行不行 所以說算算A小A0 再算B 算B怎麼看 所以說我由A的地方 我就可以知道,有協定可以知道A的正負號 這樣行不行 那BA B這時候你看一下 要看A軸結局或看Y軸結局 老師建議大家去看A軸結局行不行 為什麼 因為A軸結局 你看一下 對L1而言 A軸結局怎麼算 A軸結局是令Y等於0 對不對 Y等於0 所以A軸結局就是其負B 那L1劃過去 他的A軸交點 他的A軸是交到L1劃過去 他的A軸是交到這個點對不對 這個點什麼號?正號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負B大A0 所以說老師可以推得 B會怎樣 小A0 這樣行不行 好,我把L1看完了 我們再看誰?L2 這樣行不行 一樣 判斷一下C按住的正負號怎麼看 一樣 先看協定 協定是起負的B分之A 這時候負的 C分之A 來告訴我L2這樣的話 行李什麼號 正號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告訴我這時候 C會解案 小A0 這樣行不行 好 之後再看一下 去看什麼 那一樣L2我是要判斷出 我去令Y字0嘛 所以說我們去算一下什麼 算一下L2的A軸交點 這樣行不行 也就是A軸結局 來告訴我A軸結局是起 令Y字0 所以A可以加珠的A0 A可以是起負珠 那你觀察一下 這條磁線劃過去 看A軸交到這個底 A軸結局什麼數 負數 所以負數會怎樣 小A0 負珠小A0 可見珠本身會怎樣 大A0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這樣子把 ABC租的正負要找到了 行不行 行好 所以說A選項是錯的 B選項 錯的C選項 錯的 珠選項是對的 對吧 好現在 最後一個E選項 他說A大於C怎麼判斷 A0大於C怎麼判斷 E選項怎麼判斷 比較A和C的大小 A A和C的大小其實跟水有關 斜率 老師問你 L1 L2在這邊 因為A和C基本上 都是代表這兩條直線斜率嘛 那你看一下 L1斜率比較大還是L2斜率是比較大 L1斜率是比較大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L1斜率 會大於L2的斜率 對不對 對不對 那L1斜率是起 負的A分之一 會大於L2的斜率是起 負的C分之一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這時候你看一下 這時候因為這兩個斜率都什麼號 正號嘛 這樣行不行 行好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可卻負的A分之一代負的C分之一 把大家的負號給拿掉 拿掉之後是 A分之一小一 C分之一 是要把他並號 所以A分之一小一 C分之一之後 代表怎樣 導數 導怪是A會怎樣 大於C 對不對 對吧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這第1個 這第2個 這第3個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1選項也是對的 所以正確選項只有朱漢極 1 把這邊看一下